不行欸 欸推回去欸 這要再一次 推回去感覺很辛苦 你把他拿下來給你 還是要把鑰匙推進去 這個是V-I-N-H 問的 都說過這個洞口嘛 只是第一盒卡洞了 第二盒他吐太大力 把東西整個吐回去的狀況底下 台主也不給他了 長主也說這是江湖規矩 不過我不知道這有什麼江湖規矩 就是 不過這很簡單 這你怎麼去思考啊 假設 如果我今天也不曉得 我從這裡不吐進去了 丟到這個台子裡面 假設我真的丟進來了 請問這台車的所有東西 汽車的所有東西 會變他了嗎 我就反正告他 我拿的回來嗎 你拿的回來嗎 這不用想 所以基本上我評價是 不凌鑰匙的洞口 原則上 那所有拳其實是發生遺傳的 他不小心吐回去的一個狀況底下 因為他可能是 洞口設置的問題 導致他沒有辦法取貨 那不小心吐進去 現在所有拳都已經發生遺傳 我不小心吐進去 所有拳會發生變化 不會嘛 就像假設我真的把這個丟進去了 那所有拳也不會發生變化的 所以他能不能跟台車一樣可以嗎 那我很好奇 嗯 他不小心吐回去了 你會給他嗎 還是江湖規矩 因為他是拿棒子 屁股去出貨 並不是油耗的過程 如果他不小心把他吐回去了 他不小心把他吐回去了 因為 因為 這並不是 選擇 選擇一百個萬的方法 那 你會覺得那是你的 還是台車 如果他那個動作應該講 那個東西就是他的 他才會有那個動作 做那個動作 喔 合理啦 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樣 如果他今天說回去 那台車可以不用承 如果他今天 把外物把東西弄下來 結果他台車就會變化 這個選擇換賣機 設置的目的在於什麼 那個選擇購買東西 對不對 他這樣講去嘛 他東西掉到這裡 可能因為整個物體太大 他有會不會發生只有一個問題 原則這樣應該是 會發財所有的地方 所以他會提到最後的選擇 但是選擇換賣機 有沒有功能說 我台車從被給你購買出去 沒有嘛 我是認為他這樣不一樣就委屈 所以我可能不會發生一個 比較多 對 那還是假課就對了 對 我是這麼認定的 一塊錢可以遊玩 是因為這個投幣器 新台子然後再加上新手台主 他不知道 這個投幣器就需要卡錢 開肥業 如果他沒有卡錢 投幣器裡面間距是最小的 別人說投一塊錢就不一樣 喔 那怎麼卡呢 卡幣只要把這個投幣器 然後加你要投個金的卡 卡上去就好 他會看別人的硬幣器 硬幣的大小 那你把他卡一個 這樣 這樣就像這樣 喔 有有看到了 來囉 太錢了 真的可以耶 真的可以耶 可是你要夾中啊 夾出來吧 快點啊 哈哈哈 這個問題是張小俊 所問的 張小俊的是姊小俊 是張 有權利向該客人要求規環 又或者可以提告呢 它的面板上面有顯示說 一次是10元的話 原則上這會構成一個 就是當事人之間的契約條款 那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 只是台子設置錯誤 本質上它是10元一次的嘛 但是呢 因為它設置沒有弄好的話 可是呢 我在進行 那個選物販賣機使用之前 我已經看到這個契約 這會構成我契約條款 既然我契約條款是 你說10元 然後我也知道我在支那10元 那我原則上該投多少元 10元嘛 但是我發現議員可以進去的時候 那就表示 我或有不當得利 所以呢 就此 他真的是可以 跟他要求不當得利 一投10元 每局10元 至於說 要還什麼呢 這個就有趣了 我的法律評價呢 是認為說 我投1元 我本來應該投10元 但是我投1元出了 那我就要還商品還是要還錢 他還錢嘛 不是還商品喔 因為 他確實是按照他的次數 他所謂不當得利是 他本來應該投10元的東西 他投1元了 所以他每一局就差9塊 所以看看總共打了幾次 就補那個錢給一下 我是這麼認為 不是還物品喔 你到底是多少錢 你要用保夾金額去認定嗎 還是用他實際金額去認定 那是不是補差價喔 我認為補差價才是一個合理的算法 你直接跟法院說 你是要要求他的保夾金額 還是要求他商品的實際價值 還是 近貨前本 這個都很難 而我認為說 你用那個差價去計算的話 應該不會有疑問的 因為 我確實有打了這麼多次 所以這是我的法律見點 嚇死我了 那我們剛剛還要補錢給台主 喜歡我們的頻道記得 按讚今天給大家分享喔 還有這次加法律法律問題 有活動喔 一定要來參加喔 有活動喔